与谈人,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卓。 今年的双十国庆前夕,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表示, 国家从来不是为了被仰望,而是努力和你站在一起。 人民是在国家之上的伟大,而不是服从于国家底下, 更不是活在国家的恐惧之下。 光辉十月本是举国欢腾,可是总统的这番话, 听在上万名的太极门弟子,以及上千万的税灾户儿里,格外讽刺, 因为他们正遭受到国税局执行署官员的违法滥权, 以国家克税之名,确行国家暴力之使, 让税灾户求救无门,暗夜哭泣。 而延荡二十五年的太极门假案, 为何会被专家学者称作法税二二八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少数违法官员, 如何用公权力违法迫害一个修行团体。 一个违法滥权的检察官, 一张无中生有的假税单, 剥夺了我们二十四年的人生。 太极门案不是税务案子, 也不是司法案子, 因为根本就是整数案子, 政治整数。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犯案的直接, 就是说, 他应该有养效回这个死。 它并不是犯罪到一个人生在一个积极的社会上的狗狗。 这种纯粹的评论, 会让人们, 也应该会让人们, 拒绝对批评者的狗狗狗。 笔入或者正常中的证据, 根本都缺乏证据能力。 太极门案呢, 它呢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反映出台湾, 那个司法的照妖镜啊。 司法判决三审无罪无税, 最初的磕税依据早已不存在。 太极门案件好像是一个, 税务的各种不正当程序的极大成者。 他已经认定说, 弟子正与掌门人的救世理, 那是一个正与的性质。 以所得税法的规定来讲, 它是一个免税。 那个判决里面一二三审, 我们都认定了这个, 是正与性质。 那就不应该把它解释成补习班。 所以监单单位如果以这个起诉书, 来作为磕税的根据,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那苏元机关一直把它列为, 是磕税的对象,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违背证据法则。 依据你们自己的职权, 就可以停止执行。 即便司法还我们清白, 却好是无法摆脱, 国税局对我们的迫害。 要求国税局依华, 要撤销为华, 课税的处论, 你们都不理, 你们很大呢。 司法既然给了我们, 清白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判决, 为什么行政机关, 还在违反司法的判决呢? 竟然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冤情, 没有得到平反,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天理何在。 我们都快不能呼吸了, 他们可不可以, 把膝盖, 从我们的脖子上移开。 明明你们依据你们自己的职权, 就可以停止执行, 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 你为什么不停。 一直没有办法撤销, 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应该就是包括我们讲的, 就是税务人员有所谓的, 税务奖金的部分。 现在, 我们决定站出来, 用自己的双手, 来捍卫我们的家园, 奋战到底, 永不妥协。 我军队, 高原打车门, 是谁要搬车门, 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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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 检察官制造假案, 非法起诉太极门, 紧接着国税局非法课税, 执行署, 违法拍卖民产。 三维一体的共犯结构, 让人民深陷痛苦, 让政府失信愚民, 号称转型正义的小英政府, 可有听到人民的无奈与痛苦呢? 民国85年发生的太极门1219事件, 是上万名太极门弟子心中, 永远无法抹灭的痛。 历琴是一位欢喜做公益的家庭主妇, 当年她也是太极门1219事件的受害者, 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听她说说当年所发生的遭遇, 以及对政府的期望是什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因为小孩有沉门的小女孩, 走路的时候都会常去伴侣, 所以很自卑, 平常时很少在陷人生畜, 也不敢穿那个堆口出门, 因为我很怕别人, 会知道我的身体有夸陷, 有时候没有多久, 我们先生就来往生, 我因为那时候生活压力大, 失眠、焦虑、 身体就渐渐有状况, 健康也开始亮红灯。 在那些基因, 来太益门连起功, 慢慢找回到, 我健康的身心跟自信, 也比较不足鼻, 又变得快乐。 他听说, 真的我, 也跟我穿地骨出门了, 我也不怕别人知道, 我的身体有夸陷, 太益问, 让我人生病健康快乐, 就在那85年, 12月19年, 率责那个佛宽人检查宽的破坏, 发生1219的事件, 他如果没有经过查证, 就带到经条丹尾, 荷枪实弹, 跟大伙的伴侠, 大肆来搜索, 他已经问了个悔罐, 然后伴侠, 竟不断的做无失的富民的报道, 我看到这些无失的报道, 我来心很难过, 因为这和师傅都在教的, 他属性都没同样, 师傅跟我, 要改脾气, 要油耗时大人, 要修法, 都也是在教好的, 哪会伴侠的公别策, 来欺骗大家呢, 当时, 那电视伴侠不断的欧白报道, 我们爸爸又不买意, 我们唐哥, 每天拿报座, 说给他听, 当时, 我们阿甄刚才去问, 连功多个月而已, 也没了解我们太久问的, 听到和官人, 国务去参加, 主治就会, 就说有钱人要贴啦, 就说我对人去参加, 那次就会啦, 那我们哦, 我们泽泽到我们, 转家到我们少女儿, 当时也有任务啊, 也连得很好啊, 没法来, 我们北部和我们婆婆, 烦恼我们酒瓶, 让我们偏去啦, 所以我们的祖籍, 我们都去连功啦, 也对我, 祝无良解, 我们爸爸哦, 就对我跟我们大姐说啦, 我们都已经, 嫁出去了啦, 我就没关了, 看当初, 是谁带你们弟弟连功的, 那如果我知道了哦, 我特别说是, 我也跟我们祖籍们说哦, 你少女儿可以连功哦, 我特别跟他等十八, 那怕惯了啦, 结果哦, 我们弟弟就因为这样, 不过来台积门演秀啊, 我心来也很不敢的, 但这样哦, 我妈妈很怕哦, 穿平好以我会关心到这块啦, 所以渐渐哦, 不敢到他们又来往啦, 啊, 为了哦, 要让孩子哦, 设计方便啦, 所以哦, 我就忙去我们老头厨, 不过到北部这位大, 虽然那时候那种经济, 不是改夫努啊, 但是哦, 我的心情较轻松, 那时候我也可以 自由主宰去匯观年宫, 这是那段日子里面, 我感觉比较安慰的事情啦, 虽然那时候, 穿那个年宫, 别人都用不一样的男宫跟我看, 我心里也很大, 不过哦, 我是坚持在那个年宫, 因为哦, 我要跟自己照顾好, 也要证明哦, 我就不让我们骗你啦, 但是哦, 这二十几年来啦, 只要过年过多时哦, 我就很怕到我村的人做的吃饭啦, 所以哦, 可以省就省啦, 那可以骗就骗啦, 那也不敢经常转一看, 我四大人跟我婆婆啦, 还不可以省一照哦, 同样的, 经常我们背四大人开港啊, 有时候转他哦, 说整个, 那问一下我就快走啦, 其实我来生也很不耐啊, 但是哦, 更加不耐的是, 太监问, 何宽人陷害, 25年, 他不只用行人来骑授我, 又连国水共也用何宽人, 嫁的骑授书呢, 像那存款破坏的, 六十一万, 公白刹存三十二亿, 开出这家的税段, 照理来说啊, 九十六年, 最高, 那时候, 法院也看, 割太监问没桌啊, 啊, 没欠税啊, 啊, 行案也都结束了, 啊, 啊, 税不安哦, 应该也要结束了咧, 可是哦, 帚帚了咧, 啊, 九十九年哦, 立法院sud Honor府貞工天会, 齁, 邊添佛张胜河, 和政府国税局副局長, 萧姝村, 他们当中也承诺说两奸來, 要贴效賊窩的 fee dun, 结果也是不合, 政府官員, 哪里能够行锅位或 João existence? 张胜河在丹念国税局長时, 借责的判差病, 調查警示例的性質,所有的地主非凡都說是正語 但他看那個暗截寒查表,說白痴,好像有高分是正語 還用那個立刻白,把他淘汰公文的日記 為作文書,這種違法的官員,今年還可以在台下架櫥,這樣對 一百零七年,做高行政法,他就看太監問,贏了性所 認定太監問是氣功武術,修興要台,但明明沒作用,不欠稅 對呀,那是怎樣,去年又把我們的修興的議長帝,違法去打賣,又把他縮歸國有的 我們喔,愛這個國家啦,希望我們台灣會覺得好啦 也希望發稅可以很改革,歷史的公平正義啦 雖然喔,我們今天已經來賣路第25年了,我們也是會一直在堅持下去啦 堅持喔,平凡太監問的基案啦,我們也希望喔,政府喔,幾乎我們太監問 收興的議長帝啦,幾乎我們太監問喔,輸導的簽譜到公道啦 平凡,就這些違法審案的官員啦,我今天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 專責基查逃漏稅大案的前高雄國稅局檢任機合黃坤光先生 從事稅務機合長達32年,直接表明法稅228的太極門案件 確確實實就是國稅局非法課稅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黃坤光先生怎麼說的 太極門冤案因系當時連續發生含有政治性兇殺重案未破 法務部檢調單位為移轉焦點所作 互為矛盾之長葉詐欺罪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罪 而此兩罪已經最高法院定願無罪無稅無違反稅間集成法 並獲冤獄賠償 課稅行政處分仍殘留81年度未解 乃財政部以及所屬國稅局拋棄職責 推違法務部檢調單位 非法推論課稅及行政執行署違法徵收 依法論法其違反法律處之大則如下 第一個 依所得稅法及大法官會議對租稅法律主義之解釋 人民須依稅法鎖定之租稅構成要件誠實申報納稅 這個租稅構成要件是指什麼呢 就是租稅主體納稅優人 課稅標的課稅對主體之歸屬 稅計計算稅歷法則等任何人都不能以法外給予自創 比照適用或對它的條件限制給它增加或減少 這個就是大法官解釋一再一百則裡面一再講的 所謂租稅法律主義及實質課稅原則 那稅政機關呢 則須依相同租稅構成要件公平一致核定課稅 這個法律規定怎麼納稅 稅務機關怎麼根據同樣法律課稅 這個就是民產和國產的區隔浮現 你沒有誠實申報納稅就是漏稅 國外有些國家叫做偷稅盜稅 那相對的你政府預約法律規定所課的稅 多課了那就是搶奪民產 而且是公然搶奪用公權力搶奪人民 還不知道你怎麼搶還不能抵抗的 這個非法課稅任何民主國家絕對不允許的 它所收的款絕對是沒有年限就要退還人家了 因為它非法課稅那就顯然就違反了 憲法第十五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前期財產權與保障 還有憲法第十九條說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這兩條 主體課題適用法條錯誤 它絕對是原判決廢棄 那行政處分一定是要撤回註銷 它原來就不存在的沒有更正不更正的 所以上一次說六年五年更正為零 大概更正代表什麼 代表它好像課稅沒錯 只是幾千萬的索德爾給你更正為零 但是它本身好像沒錯 但是真正來說錯啊 它不應當這個稅單 它是違法稅單就是註銷 不是更正的 81年的還在執行 那你顯然再去留著來整他們的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因為以往我們都太保守 都在採手勢 一直講說這樣不對啊 這樣課稅不公平啊 沒有緩過來說 你這是非法課稅啊 非法課稅換我 來讓你嘗試被冤枉的那個法律 你怎麼解釋嘛 太極門55年 民國55年設立 到110年 剛好第2個55年 這正是太極門 一火重生 一火混淆 重生之日 110年 絕對是解決的 因為怎麼樣 以往採手勢 現在你採公事 萬你們告他 他是非法課稅 謝謝黃坤光先生 勇敢站出來 為台灣的法稅正義發聲 太極門師徒 深受國家機器25年的迫害 親身感受 台灣難開稅彈的情形 非常嚴重 不僅數次上凱道陳情 遊行 更跟隨法稅改革聯盟的腳步 走上街頭 推動法稅改革 希望政府 建立友善的法稅環境 接下來 這位快樂的退休人員 阿美 也曾親身參與 法稅改革聯盟的活動 我們請她 來和大家分享 參加法稅改革運動的 心情及過程 主持人 大家好 104年 我經由朋友介紹 來到太極門念工 第一次來到太極門道館時 發現環境很好 大家都合眼悅色 笑咪咪的 我覺得這個團體很正向 很吸引我 就日門念工了 日門後我每天早晚念工 自己感覺對身體有很大的幫助 我本來有緊張性的高血壓 常常要花錢請人家透過按摩 才能緩解肩頸疼痛緊繃的症狀 但是練工後就有很大的改善 以前會失明現在比較好睡 常常一覺到天亮 所以原本要每天吃一顆高血壓的藥 現在進步了 兩天吃一顆就可以了 不僅身體變健康了 個性也變得更單純隨和 生活更簡單自在 所以朋友都喜歡和我在一起 我之前做業務 曾經被倒了不少錢 當時心裡覺得很不甘心 但是練工之後 我學會轉念 壞事不壞 我想錢努力再賺就有了 現在回頭想想 反而感恩倒我錢的人 造就我努力工作的動力 也讓工作更順利 在太極門我學會感恩我的父母 同事和所有相遇的人 因為有他們才能成就現在的我 我是太極門弟子 知道師父除了在海內外 推動愛與和平和良心之外 也一直推動法稅改革 因為法稅制度的問題太多了 就拿太極門案來說 縱使三審判決 確立無罪無慶稅 國稅及切從來沒有依法 撤銷違法稅單 最後還在109年執行時 拍賣了我們在苗栗的修行預定地 這不是無法無天嗎 我們給師父的禁師禮 本來就沒有稅的問題 怎麼可以當成課稅的依據呢 古老門派師徒如同父子 我曾紅包給師父 是基於感恩之心 是傳統真思重道的理事 難道我兒子包給我的一點點紅包 也要繳稅嗎 其有此理 我們太極門八次參與國慶日的展演 為國家慶生 政府都這麼肯定我們 為什麼財稅官員還要違法開稅單 來迫害我們 歷任的總統 包括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 以及現任的蔡英文總統 都非常肯定太極門 包括五院及部會首長、立委、明代等 也對太極門戰獄有加 為什麼25年來 還是不能平凡我們的案件呢 難道就像專家寫者所說 國稅局最大 可以臨駕一服五院嗎 尤其國稅局苗栗芬局長 陳和花竟然說出 法院的不算是 的這種話 財政部、行政院這些指使長官 竟然可以放任史下長期 貪張忘法到現在 真的令人痛心 就說 因為了解太極門案 所以我開始參加法稅改革聯盟 跟著走上接頭 因為想要為臺灣的法稅改革近一點心力 想要讓臺灣的賦稅人權更好 希望政府要知錯能改 能讓後世子子孫生的未來 有個健全的賦稅環境 洗刷所有冤錯假案 彰顯國家正義與人權 謝謝各位 太極門案件 絕非單一個案 109年全台新增欠費、欠稅 代強制執行案高達1431萬件 可想而知其中有多少冤錯假案 稅捐機關、行政執行這兩個單位違法 若不被究責懲處 又有稅務獎勵金的推波助瀾 亂開稅單、搶搶民產 幾乎就是如入無人之地 變成破壞人民的無敵怪獸 但是我們始終相信 民意是政府最終的依規 只要我們不姑息違法課稅 就能推動法稅改革 歡迎線上好朋友 一起到法稅改革聯盟網站 持續關心台灣稅災戶的情形 一起站出來推動法稅改革 一起來了解支持 解救上千萬的稅災戶 因為愛這片土地 我們堅持做對的事 一起推動法稅改革 在此也呼籲政府 落實移民為主 以法違規建立健全的賦稅人權制度 淘汰違法不良的官員 讓國家社會與經濟 能再更加安定進步 105年 蔡英文總統在勝選之夜表示 執政者應當謙卑、謙卑、再謙卑 莫驕傲要更努力爭取人民認同 有言在耳 因此我們也向總統行政院長呼籲 勇於更正錯誤 撤銷太極門違法稅單 歸還太極門修行預定地 接下來我們請語談人為今天的開獎留下記錄 等一下跟著我的口令一起做動作 請各位舉起您的右手 握拳跟我一起喊 法稅真改革全民一起來 好,手請放下 謝謝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 為愛勇敢 今天的全民開獎到此結束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內容 請按讚、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陳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搖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 要讓我們的台灣更好 台灣更好 迎着风 迎着雨 即使泪眼朦胧 希望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云露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 泪眼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给你惊奇中一代花香 Zither Harp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 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买开云露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迎拖鞋 终会失去理想 OST! 直播 顿离开云炙 北角 录音掌 月里太互解 一代公共絮 告知 今晚那风雨飘摇 也要用它快快步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无作谢 已作谢 终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立命火象 不欢迎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人体经济中 迎来火象 因为爱 所以我们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 抗争到底的日子 反斗奖 反斗奖 要平凡 反斗奖 要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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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